大家好,我是超子 饭店里面的辣炒鸡针为什么那么好吃? 自己做总是又硬又腥 今天我来教你技巧 香辣脆爽,下酒下饭 在家做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上午从市场上花15块钱买了一斤新鲜鸡针 在制作之前,我们先处理一下 放一小把淀粉或者面粉 少许米醋或者白醋 用我干净的小手抓拌一分钟 放醋和淀粉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 清洗的鸡针更干净 抓拌好以后,再用清水清洗两遍,彻底洗净 要想鸡针炒出来不太硬 切鸡针也是有技巧的 我们在切的时候,逆着鸡针的纹理切 切成薄片,越薄越好 这样可以切断它的纤维组织 从而吃起来更加脆嫩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料 尖椒洗净一分为四 斜刀切成小菱形块 也可以放杭椒,二斤条辣椒 小米辣,洗净切成小段 增加颜色和辣味 少许姜片,家里面有泡姜的放泡姜 大蒜切薄片,稍微多放一点 小葱,洗净切小段 泡野山椒,同样切成小段 稍微多放一点 泡野山椒,必须要放 是这道菜的灵魂 切好以后,一同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兑一个料汁 碗中放入一点盐 一小勺白糖 白胡椒粉 一小勺味极鲜酱油 一小勺蚝油 少许芝麻香油 再放入半小勺白醋 放白醋不仅可以去腥 而且炒出来更加脆嫩 把料汁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做水,冷水下锅 放入切好的鸡针 开大火把水烧开,撇掉浮沫 家里面火候不够大 做的时候还是建议焯下水 焯水可以有效地去除腥味 酒店做的话 都是急火猛炒 直接拉油 然后再爆炒 放入1.80年的白酒取腥 在锅中煮两分钟 煮好以后 把鸡针捞出 再用温水冲洗一遍 彻底洗净 冲洗的时候 不要用冷水 用冷水热会收缩 做出来又硬又柴 洗净以后 控干水分 接下来开始炒制 锅烧空气 烧至磨盐以后 放入少许油 先用油 溜面过得全身 油热以后 放入准备好的葱姜蒜 泡野山椒 开中火 把小料煸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 放入一小勺泡椒酱 继续开中火 把酱煸炒出香味 随后 放入切好的配料 煎椒小米辣 在锅中 简单翻炒 巴拉两下 放入超水洗净的鸡针 少许料酒或者黄酒 盐锅边淋入 取心增香 开大火 快速翻炒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可以开启 自动旋转模式 兑好的料汁 捣过均匀 边翻炒 边淋入料汁 使食材 快速吸收味道 这道菜 不要在锅中 停留得太久 大火 急炒 猛火出锅 最后 拎烧与红油 增香增色 翻炒均匀 起锅装盘 一道超级下饭的 腊炒鸡针 就做好了 不腥不硬 崔能下饭 味道不熟饭店 学会的朋友 可以点赞 收藏转发 动起手来做一下 不好吃 您替了八年大拉费来找我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